第1841章面昆蓬 2 老祖宗是昆蓬大帝麾下 所有人对昆蓬大帝的爷爷的尊称 霸武门的宗主柳青阳 微微点头 说道 我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才带你们投靠昆蓬大帝麾下 声音落下后 柳青阳眼中 闪过了阴冷之色 霸武门是他踏入圣先进时创立的 迄今已经有五千多年 这五千年下来 他所有心血 都耗费在霸武门身上 但随着霸武门被避云先欲灭掉 他所有的心血 也跟着父之东流 宗主 老祖宗似乎只是交代我们 试探出对方的深浅 如果我们超额完成 在昆蓬大帝那边 是不是也能露个大脸 柳青阳身后 突然有一个道祖提议道 哦 如何个超额完成法 柳青阳不由来了兴趣道 从老祖宗当时的口吻来看 明显是对我们要试探的对象怀着敌意 他要我们试探对方深浅 很明显是想知道对方的实力后再做打算 若是我们直接拿下对方 不就超额完成任务了吗 柳青阳听完手下人的话 两眼不由猛的一亮 只不过他还有一个顾虑 老祖宗让我们试探的对象 必然不是简单角色 我们要是贸贸然出手 极有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宗主 你可是半步先帝的修为 能让宗主阴沟里翻船的就剩下先帝 以及最顶尖那一批是先家的组长了 可如果是他们到来 昆蓬大帝早就出手 哪里轮得到我们试探对方 柳青阳身后一个道祖直接说道 这倒也是 柳青阳不由点了点头 宗主 属下觉得 这次的任务极有可能是老祖宗故意安排给我们的考验 有一个圣仙猜测道 还真有这个可能 别忘了 这里是天圣城 昆蓬大帝亲自坐镇的天圣城 群城的情况 不需要我们出手 我们应付不来的对手 也不会让我们出手 所以这次任务 还真有可能是老祖宗故意安排给我们的考验 柳青阳身后的一众圣仙 道祖 都相继开口道 柳青阳也被说动了 认为属下人言之有理 诚如他其中一个下属说的 寻常情况不需要他们出手 他们应付不来的对手 也轮不到他们来出手 这般想来 也只剩一个解释了 这次任务是老祖宗故意安排给他的考验 宗主 属下觉得 我们能不能在昆蓬大帝麾下站稳脚跟 这次的任务异常重要 没错 我们必须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呸呸呸 是超额完成任务才对 昆蓬大帝麾下可不缺半部先帝 随便派出一个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所以我们只能超额完成任务才行 柳青阳伸手 阻止了一众下属继续说下去 好了 都别交头接耳了 这次任务 我心里已经有数 听到柳青阳这话 一众圣仙 道祖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真怕宗主这时候死板 只会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 宗主 等到了祥瑞客栈 就有属下先出手好了 一个圣仙往前飞了几步道 也行 柳青阳想了想道 在他看来 如果要试探的人是道祖 他必然能阻止对方杀死自己的属下 而如果对方是半部先帝 他要想拿下对方 不可能不耗费一兵一足 机人谈话间 已经飞到了祥瑞客栈外面 老祖宗给我们的信息是 那伙人就住在祥瑞客栈的第888层 就是那里了 请站的圣仙 谁时直接锁定了祥瑞客栈的第888层 祥瑞客栈第888层 正殿里面 彭木跟彭桥 恭恭敬敬地站在龙脸外面 脸上满是讨好的笑容 主人 小人的手艺 还过得去吗 彭木满脸讨好的笑容道 金翅大鹏肉 是他亲自考的 还行 龙脸里面 传来了轻飘飘的声音 哦 居然只来了几只苍蝇 龙脸的主人 语气透露着几分意外道 奇怪 外面那伙人 不是我们昆蓬族的人 而且我们也没在昆蓬大地麾下见过他们 彭桥跟彭木 也发现了外面的霸武门的人 主人 要不要小的去把他们打发了 彭木请示道 先不用 龙脸里面传来淡淡的声音 龙脸的主人 是好奇这伙人想做什么 一道肉眼见不到的能量 突然从龙脸里面延伸出来 一个照面就把彭桥跟彭木的气息掩盖了起来 使得彭桥跟彭木 看起来像是修为平平的普通仙人 阁下好大的架子 都入住祥瑞客栈了 居然还坐在碾车里面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紧接着 便有一群人 从阳台飞到了正殿里面 站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气宇不凡的半步仙帝 他身后则跟着十多个圣仙道祖 阴阳怪气的声音 是有其中一个圣仙说的 你们是什么人 龙脸里面 传来淡漠的声音 捉拿你的人 最早开口的圣仙境 话音才刚落下 身影猛地抓向了龙脸 只是他的大手 还没触碰到龙脸 整个人 突然化作漫天颗粒 一下子消散不见 至少也是道祖 甚至不排除是半步仙帝 柳青阳面色 顿时凝重了下来 宗主 老祖宗给我们的考验 果然不简单 马上就有一个道祖插话道 不过 也只有这种不简单的任务 我们超额完成后 老祖宗才会肯定我们 甚至昆蓬大帝 也会对我们另眼相看 其他人也相继说道 柳青阳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显然是认同了手下人的说辞 宗主 就让我们三人出手吧 柳青阳随行的人里面 一共只有三个道祖 此时三个道祖同时请命道 好 柳青阳点了点头 我随时出手接应你们 刷刷刷 三个道祖 近乎同一时间 出手攻向了龙脸 在他们身后 还携带着漫天的道祖威压 第1842章面昆蓬 3 柳青阳也随时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他们的推测里面 可不排除龙脸的主人也是一个半步先帝 只是很快 柳青阳就直接瞪大了眼睛 他的三个道祖下属 遭遇了之前一样的情况 三个道祖连龙脸都没碰到 肉眼便突然化作漫天颗粒 哦 龙脸里面传来轻疑的声音 原来是霸武门的人 听到龙脸的主人的话 柳青阳当场色变 漫天颗粒除了有肉身 也有灵魂颗粒 龙脸的主人突然道出他们的身份 很明显是翻查了灵魂颗粒 直接对灵魂搜魂 与翻查灵魂颗粒搜魂 完全是两个性质 至少柳青阳做不到 翻查灵魂颗粒来查阅别人的记忆 你 你是先帝 柳青阳深吸了一口气道 除了先帝外 柳青阳实在想不出 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与辅实节没能灭掉你们 就由孤来收尾好了 龙脸里面 又传来了轻飘飘的声音 从被他随手杀掉的三个道祖记忆来看 霸武门这些年下来不知道做了多少恶事 碧云仙玉之所以对他们出手 是因为碧云仙玉的云府实节 发现霸武门宗主柳青阳出手 炼化了一座百万人的小城池 不 不要 柳青阳直接恐惧了 要不要可由不得你 龙脸里面传出的声音才刚落下 柳青阳以及他带来的其他人 突然收到一股恐怖的力量压迫 他们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肉身便化作了无数颗粒 彭乔跟彭木看到这一幕 下意识抽了一口冷气 他们虽然知道 龙脸的主人身不可测 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恐怖到这种程度 柳青阳可是半步先帝啊 居然在瞬息之间 就被龙脸的主人湮灭了 看来他一开始就是打算奴役我们 彭乔跟彭木按道沟通道 若非如此 我们的下场跟柳青阳没有区别 天圣城 昆元宫 庄严肃木的大殿里面 老老祖宗 大大事不好了 大殿里面的十几个身影 正在低声商议事情 店外突然响起了慌慌张张的声音 老祖宗美与不自觉一咒 他最讨厌的 就是一惊一乍的人 但还不等他责问 店外继续响起慌慌张张的声音 老 老祖宗 彭安少主的魂 魂牌 碎裂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端座高台上的老祖宗当场色变 彭安是昆彭大帝的私生子 他的曾孙子 大殿内的其他人 也第一时间色变 有资格坐在这座大殿里面的人 又岂会不知道彭安的真正的身份 天圣城的天 要变了 这是在场所有人 此时的心理想法 与此同时 他们还有另一个想法 谁这么大胆 连彭安都敢杀 这时候 店外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老祖宗 大五门一行人 滚牌全部碎裂 是他们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把怀疑的对象 转移到了祥瑞客栈的神秘人身上 老祖宗 少主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 属下怀疑 就是祥瑞客栈那一位下的手 彭桥跟彭木 都被他捉拿 那个神秘人极有可能 通过彭桥跟彭木的口 得知了彭安少主的存在 没错 那位神秘人 来天圣城极有可能 就是来找陛下的麻烦 还真有可能对彭安少主下手 大殿内的所有半部先帝 几乎都在这时候开口道 他们一个个都是人精 如果彭安出事 不能找到明确的作案对象 昆彭大帝可不会放过他们 无论下手之人 是不是祥瑞客栈那一位 他们现在最明确的做法就是 祸水东瘾 传本作口语 调动所有禁军 御林军 以及护城队 端坐高台的老祖宗猛的起身 满是杀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禁军 御林军 以及护城队是昆彭大帝麾下 最精锐的三支队伍 尤其是禁军跟御林军 更是直接受到昆彭大帝管辖 整个天圣城 有资格调动这两支队伍的 除了昆彭大帝外 就剩下老祖宗了 另外 传本作口语到昆彭族 要求祖里出动所有精锐 前来天圣城相助 老祖宗又开口说道 是 老祖宗 大殿里面 马上就有半部先帝达到 这些人 都是昆彭族的人 自然都有渠道联系昆彭族 他们的意外的是 老祖宗会要求祖里 出动所有精锐 天圣城 祥瑞客栈 客栈提供的 一百多道天圣城的特色菜 已经相继被龙典的主人 浅尝了一遍 都退下去吧 龙典里面传来淡淡的声音 从这句话来看 龙典的主人 似乎对这些菜都不怎么满意 主人 我们要祖口味偏心 您吃不习惯也正常 要不要属下去找几个人族厨师 为主人再准备一桌美食 彭乔跟彭木 都一脸恭敬地说道 不用了 龙典里面传来拒绝的声音 看时间 他们也该来了 彭安被彭乔跟彭木杀死的时候 他便感觉到彭安身上有魂牌的气息飞走 也就是说彭安死亡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会被人得知 大五门一行人死掉的时候 龙典的主人也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魂牌的气息 只要坤元公那些人不傻 就会很快找上门来 主 主人 我 我们能问一个问题吗 就在这时 彭乔跟彭木深吸了一口气道 说 龙典里面传来淡淡的声音 等 等主人做完该做的事情 会 会放过我们吗 彭乔跟彭木 满脸紧张地看向龙典 你们犯下的罪责 比起柳青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要我放过你们 龙典里面 传来几分冷笑声音 单单杀的人的数量而言 柳青阳连彭乔 彭木的一半都不到 就更别说 彭乔跟彭木 骨子里就敌视人类 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虐杀人组 空 空 空 客栈外面的天空 突然响起上百道轰鸣声 有不下百道阵法 突然将祥瑞客栈笼罩了起来 昆蓬大帝的人 到了 第1843章面昆蓬 4 以昆蓬族的老祖宗为首 17个昆蓬族的半部先帝为府 包围祥瑞客栈的人马 足足有数十万个 这数十万人里面 胸围最弱的都是底仙 其中也不乏天仙 圣仙之流 还有三支极强的队伍 气息凌驾与其他人马之上 这三支队伍里面 又有两支极为出色 都是由圣仙跟道祖组成 毫不夸张地说 昆蓬族的老祖宗 带领的这些队伍 只要不正面对上先帝 足以横扫整个先界 老老祖宗 已已经发现 彭安少主的尸体了 彭 彭安少主 被斩去双翅而死 用密宝打探情况的专人 把他们探听到的情况 禀告给了老祖宗 双翅被斩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昆蓬族的老祖宗 气得嗷嗷大叫 他想到了张磊一开始的禀告 成座龙脸的神秘人 刚下榻祥锐客栈 就点名要吃金翅大鹏肉 彭安此时被人斩掉双翅而死 不用想都知道 他的双翅是被人用来做烤翅了 主备 本座献你十个呼吸内滚出来临死 昆蓬族的老祖宗 双目喷火道 昆蓬呢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他自己龟缩着不出现 却派一堆虾兵蟹将过来临死 临死 昆蓬族的老祖宗冷笑一声 阁下好大的口气 若阁下真那么大的能耐 也不会藏头露尾 躲在破碾一辆里面了 废话少说 敢杀老祖曾孙 还不滚出来临死 历历 就在这时 两道琴鸣声 从祥瑞客栈里面响起 下一道 两只昆蓬从中冲了出来 这两只昆蓬 身上都弥漫着恐怖的血气 刚冲出客栈的瞬间 便震杀了数百个生灵 彭桥 彭目 你们疯了吗 看到出手的人 是昆蓬族的彭桥跟彭目后 昆蓬族的老祖宗以及其他人 两眼全部难看了下来 然而彭桥跟彭目 丝毫不理会一众面色低沉的族人 他们双双放出半部先帝的威压 冲向了大片人群 一招又一招的杀招 轰向昔日的族人 彭桥跟彭目 哪怕在昆蓬族里面 也是排名前100 乃至前50的高手 他们发起狠来 就是昆蓬族的老祖宗等人 都要严阵以待 老祖宗 彭桥跟彭目 应该是受到神秘人的胁迫 所以才会出手杀害自己人 哼 哪怕是受到胁迫 也不能残杀族人 现在看来 彭安少主会出事 肯定跟彭桥彭目有关 老祖宗 请让我们出手 先把彭桥跟彭目拿下 马上就有六个半部先帝 请应道 好 昆蓬族的老祖宗 陈卓脸道 尽量活捉 必要时刻 别杀了 一切后果 右本坐顶着 彭桥跟彭目 在昆蓬族的地位可不低 毕竟连昆蓬大帝 都对二人高看一眼 等的就是老祖宗 这句话 景英的六个半部先帝 说话间 也都换出本体 冲向了彭桥跟彭目 六眼看去 高空之上 出现八指昆蓬站到一块 都是半部先帝 哪怕六人联手 一时半会内 也伤不了彭桥跟彭目 彭目 我们没退路了 主人答应过我们 主要我们杀够十个半部先帝的族人 便放我们自由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彭桥看到彭目 突然有些退缩 不由开口说道 听到彭桥的话后 彭目身上不由重新犯出了滔天杀气 彭桥也好 彭目也罢 都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正常情况下 他们当然不会同族相残 可如果面临死到有不死频道的选择题 那就让族人都去死吧 呼呼呼 彭目的气息 在这一刻突然出现了暴涨 与他做对手的六个昆蓬族半部先帝面色全部大变 该死的 彭目居然燃烧了精血 可恶 可恶至极 这畜生居然燃烧精血对付我们 如果说彭桥跟彭目 一开始对他们出手 还能理解城市被人胁迫 那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能解释彭目此时的行为了 正常情况下 除非遭遇生死关头 否则谁会燃烧精血 谁舍得燃烧精血 彭目这么做 是铁了心 要置他们于死地 抱歉了各位 你们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成全我跟彭目两人 彭桥的声音 突然也响了起来 他也在这一刻燃烧了精血 空 空 两声震破苍穹的轰鸣声响起 彭桥跟彭目 燃烧精血后 极有默契地攻向了其中一人 燃烧精血后 彭桥跟彭目 战斗至少翻升了一倍以上 两人又是同时出手 中招之人 如何能活 怎么能活 仅仅一个照面 被左右两边 轰来重拳杂中的半部先帝 当场就被打爆 肉身化作漫天血肉 彭本 在场的半部先帝 全都尖叫了出来 啊啊啊 彭桥彭目 老子今天要杀了你们这两个畜生 连彭族都杀 彭桥彭目 你们简直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给我们死 剩下五个半部先帝嘶吼的同时 都杀向了彭桥跟彭目 彭桥族的老祖宗 面色也变得无比的难看 他挥了挥手 剩下的十余个彭桥族的半部先帝 全部加入了战场 彭桥跟彭目 哪怕燃烧了精血 但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约莫半个小时后 彭桥跟彭目 双双被重创 接着 被震杀当场 天圣城此时 早就沸腾一片 十几个半部先帝级别的彭桥族 自相残杀 天圣城建成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 甚至别说天圣城了 就是昆蓬族有史以来 都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鼠辈 你还不滚出来临死吗 昆蓬族的老祖宗 面色已经阴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还真是废物 双双燃烧精血的情况下 居然只杀了一人 龙脸的主人 颇为不屑地自语了一生 下一刻 整量龙脸 再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 突然瞬移出现到了外面的苍穹 既然急着送死 那就送你们一程好了 第1844章面昆蓬 5 龙脸的主人信念一动 周围空间全部扭曲一片 无论是圣仙还是盗祖 都在第一时间陷入了扭曲的空间里面 地仙 天仙之流 更是一个照面 就被扭曲的空间压碎了肉身 以昆蓬族老祖宗为首的 十几个半部先帝 虽然没受到扭曲空间的影响 但一个个面色都变得异常的难看 不是半部先帝 他不是半部先帝 昆蓬族的老祖宗还没开口 便已经有半部先帝师生叫了出来 如果是半部先帝 哪怕是最顶级的是仙家的组长 这个层次的半部先帝 这不可能给他们这种压力 不对 此时的他们 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压力 而是直接感到无力了 该死的他是先帝 他竟然是先帝 昆蓬族的老祖宗 面色也异常难看到 他连犹豫都没有 便捏碎了一块玉剑 几乎同一时间 昆蓬大帝的虚影 便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又换本地出来 昆蓬大帝的虚影 刚出现的瞬间 就皱着眉宇道 爷爷 我正在炼制一件 极为重要的秘宝 非万不得已的大事 能不能别 昆蓬大帝似乎想说 能不能别打扰他 但他话还没说完 便戛然止住 他已经感觉到了 四周混乱的空间元素 所有的空间扭曲一片 无数地仙天仙 被压碎肉身 圣仙 道祖之流 也深陷扭曲空间中 无法自拔 这是有先帝出手了 谁 昆蓬大帝的虚影 第一时间看向了龙脸 龙帝 屈人 福帝 你是谁 昆蓬大帝连说了好几个名字 但都无法确定对方身份 不由又问出了你是谁三个字 此时的他 只是虚源存在 谁时无法透过撵车 窥探到里面的本尊 昆蓬 连我都认不出了吗 龙脸里面 传来淡漠的声音 藏头露尾 本帝如何认得你 昆蓬大帝不由恼怒道 既然认不出 那就在无知与郁闷中 直接去死好了 龙脸里面 再一次传来淡漠的声音 轰轰轰轰轰 扭曲的空间 突然响起成片成片的爆破声 进入空间里面的圣仙 道祖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就被压爆了肉身 与此同时 他们的灵魂 也在扭曲的空间中 化为了灰烬 我听说彭安是你的私生子 龙脸里面 再一次传来淡漠的声音 你把安二怎么了 昆蓬大帝瞳孔猛的一说 死了 彭安曾孙 被 被他杀死了 昆蓬族的老祖宗 悲愤不已的说道 免 免下 彭安少主不仅死了 而 而且死前 还被斩掉双翅 被用来做菜了 紧跟老祖宗之后 又有一个半部先帝说道 啊啊啊 昆蓬大帝闻言 当场嘶吼了起来 昆蓬大帝字幕欲裂地看向龙脸 你到底是谁 本帝与你有何恩怨 会让你残忍到连本帝的子嗣都虐杀 哪怕到了现在 昆蓬大帝都猜不出 龙脸的主人的身份 他可以确定的因素有两点 第一 龙脸里面的人是男性 第二 龙脸里面的人是人族 人族 男 同时还是先帝 一只手都能竖出来 都有谁 一个虚人先帝 一个云青年 云青年已经死了 而且是身死魂灭 这一点昆蓬大帝已经亲眼目睹 剩下的怀疑对象 就剩下虚人先帝一人 但昆蓬大帝可以肯定 龙脸里面的人绝非虚人先帝 你是莫皇 你 你已经踏入先帝境了 昆蓬大帝不由想到了一个人 莫皇 龙脸里面 传来颇为讥讽的声音 你放心 要不了多久 莫皇也会下来陪你 听到这口气 昆蓬大帝几乎要脱口而出云第二次 但这个念头 硬生生被他压了下去 还是那句话 他亲眼目睹云帝死亡 而且是身死魂灭的死亡 哪怕是天意出手 都不可能就得活云帝 不是虚人 也不是莫皇 他到底是谁 昆蓬大帝继续猜测到 此时的他 已经杀鸡沸腾 恨不得将龙脸的主人碎尸万段 但又因为一时之间不知道对方身份 陷入了莫名的担忧之中 对方敢单枪匹马杀到天圣城 肯定有什么依仗 或者是后手 贸贸然出手 并非明智之选 老家伙 从有清阳的记忆来看 你可没少甘缺德的事情 龙脸的主人 突然幻化出一只大手 抓向了昆蓬族的老祖宗 老祖宗面色猛的一变 下意识就往昆蓬大帝的虚影所处的区域飞去 只是龙脸里面飞出来的大手 速度实在太快了 仿佛连时间都不需要 就已经到了老祖宗身前 咔嚓 一个照面 就把老祖宗禁锢了起来 放肆 昆蓬大帝猛的抱和一声 身上席卷出先帝威能 冲向了龙脸的主人幻化的大手 我爷爷位高权重 哪怕在昆蓬族里面 都是权亲一方的存在 还不放了我爷爷 昆蓬大帝出手的同时 还在抱和道 放了他 龙脸里面传来冷笑的声音 接着一把将昆蓬族的老祖宗 肉身捏得粉碎 昆蓬大帝的虚影 还在急速冲来的身影 突然愣在当场 满是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你 你竟然杀了本地的爷爷 只是杀了吗 龙脸里面 再次传来冷笑 下一刻 波波波 昆蓬族的老祖宗的灵魂 直接被一道闪电颜色的火焰点燃 老祖宗连惨叫声 都没来得及发出 整个灵魂 就被闪电颜色的火焰吞噬 你们这些年 也没少干丧尽天良的事情 也都给我去死吧 龙脸主人说话间 无数仙灵之力幻化的大手 从龙脸里面飞出 轰轰轰轰轰 昆蓬族的老祖宗 这次带来的半部先帝 全都被龙脸的主人 一巴掌拍死 你 你到底是谁 昆蓬大帝深吸了一口冷气 此时哪怕是瞎子 都能看出龙脸的主人 与他有着深仇大恨 此行来天圣城 就是为了报仇 说出来你或许不信 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第1845章 灭昆蓬 6 说出来你或许不信 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龙脸的主人 用轻飘飘的口吻说道 死过一次的人 昆蓬大帝文言的第一时间 眼中就闪过了疑惑之色 你 你是轮回先帝 昆蓬大帝猛的说道 在他看来 也只有轮回先帝 符合死过一次的前提条件 当初扶杀云帝的时候 轮回先帝可是被云青年 用秘法送到了神秘空间 这 勉强也能理解成 轮回先帝已经死过一次了 不对 你不是轮回 昆蓬大帝马上又推翻了猜测 我与轮回无冤无仇 他不可能会杀到我老巢 昆蓬啊昆蓬 龙年里面 传来恨铁不成钢的声音 我一直都知道你脑袋不灵光 毕竟物以类聚 能跟虚空火炎玩得好的 又岂会有聪明之人 但我没想到的是 你脑袋不灵光的程度 会严重到这个地步 可恶 你说什么 昆蓬大帝气得大叫 对方这是在拐着弯骂他蠢 本地不管你是谁 你既然找死到 来到本地的主场 那就去死吧 昆蓬大帝的面色无比的难看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苍穹之上突然出现一片漩涡 下一刻 一只金色大棚 从中飞了出来 金色大棚身躯巨大 遮天蔽日 就如同连绵不绝的大山 随着金色大棚出现 天地间也出现了 一股恐怖的先帝威压 天上城的生灵 此时都在目睹着这一幕 看到金色大棚的瞬间 他们便师生叫了出来 昆蓬大帝 使昆蓬大帝出手了 他不出手不行了 私生子跟直系长辈 先后死在神秘人手中 身为先帝 他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不过奇怪了 昆蓬大帝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才出手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毕竟只要他早一些时间出现 无论是他私生子还是他爷爷 都可以不用死了 还有禁军 玉林军 库城队加起来的数十万军马 也都可以不用死 天上城的生灵 都在议论纷纷 他们都在不解 昆蓬大帝为何等到这一刻才出现 如果不是本帝 恰好在闭关炼制一件秘宝 又岂会给你可乘之机 金色大鹏遮天蔽日的身躯 当从漩涡中飞出来的时候 韵怒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敢在本帝地盘闹事 而且还杀了本帝这么多下属 无论你是谁 今日都要死 金色大鹏这话 是故意说给天上城的声明听的 否则他姗姗来迟 一旦传出去 必然会演变出成千上万个版本 所以他透露出 他来晚的理由 等等 金色大鹏直到这时 才把注意力放在龙脸身上 他注意力一过去的瞬间 两只眼睛就瞪得老大 是你 怎 怎么会是你 此时的昆蓬大帝是本体降临 同为先帝之间 除非对方刻意收敛 否则是瞒不过对方的感知 龙脸的主人 此时也没想着隐瞒身份 所以第一时间就被昆蓬用神石 窥探到了身份 为何不能是我 龙脸里面传来冷冷的声音 而且 我不是已经透露 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昆蓬大帝脸上 全是难以置信 你 你明明已经身死浑灭 死得彻彻底底 哪怕是天意出手 哪怕是无上秘境出手 都不可能救活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他 你不可能是他 你 你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昆蓬大帝仿佛魔震了一般 居然连问了龙脸的主人三次到底是谁 龙脸的主人微微摇头 说道 只能说 你虽贵为先帝 但你的眼界 还是太低了 诸天万界 无奇不有 没什么不可能 也不存在不可能 哼 谁听你胡话 昆蓬大帝猛的冷哼一声 恐怖的仙灵之力突然涌向了龙脸 不仅藏头露尾 还喜欢装神弄鬼 本帝现在就把你揪出来 昆蓬大帝放出去的仙灵之力 一下子就把龙脸包围了起来 雕虫小记而已 龙脸里面传来淡淡的声音 接着 卡卡卡卡 包围龙脸的仙灵之力 突然像落地冰块一般 全部碎裂一片 顾到这份上 你还不信我的身份 你究竟是真不信呢 还是 惊虚了 龙脸里面传出嘲讽的声音 紧接着 啾啾啾啾 成千上万道剑芒 如漫天剑矢一般 往昆蓬大帝所在的地方射去 昆蓬大帝两眼猛的一名 他认出了这些剑芒 普天之下 确实只有那个人可以催发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他 哼 你不过是修炼了他的先帝真姐罢了 昆蓬大帝再一次冷哼 这一次他直接催动法则之力 漫天的先帝法则 排山倒海地涌向龙脸 期间 只要遇到剑芒 这些法则都能第一时间 将剑芒覆盖起来 轰猛龙 仿佛连时间都不需要 龙脸被漫天的法则撞了上去 恐怖的爆发 当场轰破苍穹 割裂出无数空间裂缝 但让观战人群侧目的是 龙脸依旧悬浮半空 不受周围混乱的空间半点影响 银 冷不丁地 龙脸里面传来了一道龙蝇声 让无数目光振奋的是 龙脸的后面出现了一只巨龙的身影 紧接着 一道携带着巨龙虚影的重拳 从龙脸里面飞出轰向了昆蓬大帝 聂 聂龙咆哮拳 天圣城里面 可住着不少地位尊贵之辈 这些人最不缺的就是眼界 随着龙脸里面飞出这一拳 已经有人认出了这一拳的名堂 这 这不是云地的聂龙咆哮拳吗 龙脸里面 到底坐着何人 居然连云地的聂龙咆哮拳都会 认出聂龙咆哮拳的人 全部议论到了一块 冷不丁地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道疯狂的声音 你 你们说 龙脸里面坐着的人 会 会不会就是云地本人 第1846章聂昆鹏 7 猜测龙脸的主人是云地的人 声音才刚落下 自己突然又笑了出来 我真是疯了 居然会有这么疯狂的猜测 云地死亡 得到了几大先帝的确认 怎么可能还会活着 这人会这么说 并无道理 莫黄为何逼死云地 谋划了数千年之久 参与那一亿的人 还有另外几大先帝 他们确认云地死亡 那就是真的死亡了 不存在漏洞 也不可能存在漏洞 会念龙咆哮拳的人 不一定只有云地 也有可能是莫黄 马上就有人提出新的猜测 并且这个猜测 还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还真有这个可能 你们别忘了 莫黄背叛云地之前 可是云地之影 云地在这个世界 最最最信任的人 莫黄会云地的念龙咆哮拳 一点都不稀奇 恩 就在这时 围观的人群 面色突然一变 他们看到一道冲天剑芒 从龙年里面席卷而出 一个照面就轰在了 昆蓬大帝身上 此前认出念龙咆哮拳 那部分人 一言就认出 这是云地的先帝真姐的 第三事件破苍穹 龙年里面的人 不是云地就是莫黄 只有极低的可能性 是其他人 这些人都斩钉截铁地说道 先帝真姐是云地独创的法门 而且是先帝级别的功法 放眼整个仙界 除了云地自身外 也只有莫黄有可能修炼了 当然 也不排除 云地除了莫黄以外 还器重其他人 只是这个其他人一直隐于暗中 不被世人知道罢了 但这个可能性很低很低 低到 在场的人群 更命运相信云地还没死 亦或者龙年里面的人是莫黄 果 果然是你 昆蓬大帝充满震惊的声音响起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没死 本帝明明亲眼目睹 你自焚灵魂而死 已经生死魂灭 连一粒魂光都没有留下 你 你怎么还没死 怎么可能还没死 昆蓬大帝雨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看向龙年的目光 除了震惊 还有少量的恐惧 生死魂灭的情况下还能复活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 我似乎在你身上 嗅到了恐惧的气息 龙年里面传来慢悠悠的声音 恐惧 哈哈哈哈 本帝确实意外你没死 但就你一个人 就想让本帝恐惧 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昆蓬大帝闻言 直接放声大笑了出来 天意 昆蓬大帝挥手间 苍穹之上出现了一双巨大的瞳孔 为本帝疗伤 昆蓬大帝声音才刚落下 身上的轻伤瞬息 间便消失不见 接着昆蓬大帝示威的看向龙年 同为先帝 皆有天意护着 你拿什么杀本帝 你果然怕了 龙年里面 再一次传来漫不经心的声音 怕 哈哈哈哈 本帝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昆蓬大帝冷笑间 已经携带着恐怖攻击 轰向了龙年 你不断强调 我杀不了你 而非不是你对手 说明你心里已经怕了 你前一时都认为 你不是我的对手 龙年的主人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昆蓬大帝席卷而来的杀招 随着他漫不经心的声音响起 又是无数仙灵之力 排山倒海地卷向昆蓬大帝 同为先帝 昆蓬大帝从一开始 就处在了下风 被龙年的主人压着打 轰轰轰 昆蓬大帝抵御的同时 身影不断后退 他所到之处 真空崩塌无数 昆蓬大帝越战越震惊 对方明明也是先帝境 可战斗力方面却远远胜过了他 这一轮碰撞之后 昆蓬大帝变得狼狈不已 身上毛发被打落无数 锋利的爪子 也有好几个地方破皮 天意 昆蓬大帝再次换来天意 为自己疗伤 围观的人群 此时已经呆至一片 满是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昆 昆蓬大帝 已经连这两次用天意 为自己疗伤了 龙 龙年的主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 连昆蓬大帝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是说 同为先帝之间 大家的战斗力都旗鼓相当吗 为 为何龙年的主人会这般强大 如果没有天意 昆蓬大帝现在恐怕已经重伤了 人群交头接耳一片 通过天意 重新恢复全胜状态的昆蓬大帝 面色则难看到了几点 这一百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昆蓬大帝沉声问道 为 为何你的战斗力会一下子变得这般恐怖 昆蓬可布是第一次跟龙年的主人交手了 以前的他们每一次战斗都是以没有结果告终 但这一次龙年的主人恢复先帝修为以后 战斗力居然远远压过了他 说出来你或许不信龙年的主人 悠悠地说道我当时跌落修为 不是跌落一点半点 而是直接从先帝跌落成一个凡人 一开始我还是正常地恢复修为 不过到了后面 我每恢复一个境界都要面临一次心魔先节 昆蓬大帝文言 瞳孔猛地一说 每恢复一个境界都要面临一次心魔先节 这哪里是恢复修为 而是实打实地重修了 而且心魔先节是有利有弊的事情 弊端是一旦度不过 就会生死到消 但好处是 度过心魔先节以后 战斗力会彻底缅压同境界的仙人 尤其是我恢复到先帝境的时候 还重新度了一次先帝天节 且在先帝天节之前 才刚度过心魔先节 龙免的主人又接着说道 哭 听到这话 昆蓬大帝的呼吸当场变重 现在的他 终于明白 对方的战斗力 为何会变得这般恐怖了 如果说 以前的他 只是战斗力最强的先帝之一 重新踏入先帝境的他 已经可以去掉之一两字了 而且不仅可以去掉之一 甚至可以横扫所有先帝 逃 昆蓬先帝冷不丁地冒出这个念头 并且这个念头瞬息间就被放大了无数倍 第1847章 昆蓬8 昆蓬大帝从踏入先帝那一刻起 便从未想过逃这个字眼 对他来说 无论受多重的伤 都有天意第一时间为他疗伤 同为先帝之间 能做到的 也最多是让他受伤 而不可能杀了他 无论他置身怎样的危机 都不需要逃 也没必要逃 但此时 逃的念头 在他脑海不断被放大 甚至到了 已经生不出抵抗的念头 走得了吗 龙年的主人 轻飘飘的声音响起 太武城一翼 虚空封印了一方空间 连先帝都坐不到撕裂空间离开 我此行来天圣城 就是为了杀你 又岂会不做两手准备 一面墨色的盾牌 突然从龙年里面飞出 而后不断放大 大到了 直接封住了 整个天圣城的空间 昆蓬大帝没有回应对方的话 他已经撕裂空间 欲要一把远盾亿万里 可是下一刻 轰 昆蓬大帝那遮天蔽日的肉身 突然撞到了墨色盾牌上面 剧烈的涟漪 化作无数冲击波 卷向四面八方的天空 一时间 真空军裂无数 涌出一道道肆虐的阴风 这 这是什么法宝 昆蓬大帝面色大变道 他能感觉到墨色盾牌的坚硬 哪怕十个他全力出手 都撼动不了墨色盾牌分毫 他叫挡天神盾 龙面的主人 并没有隐瞒昆蓬大帝 就在昆蓬大帝 不断搜索关于挡天神盾的记忆的时候 龙面里面再一次传来了悠悠的声音 挡天神盾与斩天神剑 出自同一个炼器师出手 什么 昆蓬大帝面色瞬间变得藏宝 这 这面盾牌 跟斩天神剑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仅出自同一人之手 两者也是同一个等级的法宝 龙面的主人又说道 昆蓬大帝在这一刻 直接恐惧了 如 如果挡天神盾 真的跟斩天神剑是同一个层次的法宝 那 那他这辈子 都不可能破开挡天神盾的禁锢了 知道我为何要跟你说这么多吗 龙面里面又传来淡漠的声音 还不等昆蓬大帝接话 他又说道 比起直接杀了你 我更喜欢一步步的把你逼入绝境 云青年 昆蓬大帝恼怒地嘶吼道 我不过是受到莫黄蛊惑 才会参与了百年前那一亿 真正拿你族人 下属威胁你的人是莫黄 不是我 我 我们的仇 可没有大到不死不休的程度 昆蓬大帝一开始 还是恼怒的咆哮 可说到最后 居然服软了下来 若没有你们参与 单凭莫黄一个人 可做不到那一切 从龙面的主人这话来看 显然承认了他就是死去一百多年的云青年 当然 如果只是逼死我也就罢了 我云青年见面一条死不足惜 但是 说到但是的时候 云青年不仅呼吸变重 眼中也浮现出刻苦铭心的仇恨 你们却间接地害了弱仙 如果没有太武城那一亿 就不会有云青年复活的事情 没有云青年复活的事情 云青年就不会在没有完全准备的情况下 度先帝天节 不需要度先帝天节 江若仙也需要把自身的欺魄 嫁接给云青年 江若仙死了 昆蓬大帝闻言 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江若仙可是当着他们的面 游谋递进游谋入谋 无论境界还是战斗力 江若仙隐隐 都已经是先界第一人 在不知道云青年复活之前 参与过逼死云青年那一亿的先帝 最怕的事情 就是江若仙哪一天突然寻上门来 如果他死了 不仅是你们 还有你们身后的所有族群 云青年两只眼睛 突然眯成了一条线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秋 展天神剑从龙年里面飞了出去 暗随着的 还有一股先例潮汐 轰轰轰轰 昆蓬大帝第一时间 就被先例潮汐轰中 巨大的肉身也在斩天神剑下 变得血肉横飞 此时的昆蓬大帝 已经完全被云青年镇住 根本生不出跟云青年抵抗的念头 天翼 天翼 昆蓬大帝第一反应不是抵抗 而是召唤天翼为自己疗伤 天翼 龙年里面的云青年 目光猛地看向苍穹上方 云青年的目光 直接透过龙年 落在了天翼幻化的巨大瞳孔上面 屈原真姐 云青年冷不定地 拍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这是屈原真姐的第一事 巨大手掌出现的瞬间 天翼幻化的瞳孔 便看向了云青年这边 毫无情绪的瞳孔 在这一刻 居然闪过一道意外 很显然 天翼是做梦都没想过 云青年敢对他出手 同样震惊的 还是天圣城 无数围观的人群 天翼在他们眼中 可是比先帝 都还要至高无上的存在 天翼 代表的是天 偌大的仙界的天 龙 龙年里面 究竟坐着何方神圣 他 居然连天翼都敢攻击 天呢 我活了上万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敢对苍天不敬 这岂止是不敬 这是直接冒犯苍天了 人群沸腾一片 那可是天翼 代表着天的天翼啊 轰猛龙 屈原真姐幻化的手掌 猛的轰在了巨大的瞳孔上面 那一片空间 当场崩塌 天翼幻化的瞳孔 也直接陷入了崩塌的空间里面 啊 少了天翼为他疗伤的昆蓬大帝 在这一刻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他的一只翅膀 被斩天神剑斩掉 如一片大山从苍穹之上坠落地面 轰猛龙 又是一声轰鸣声 长宽多过十万米的巨大翅膀 一把轰在了天圣城无数建筑群中 沸腾的人群在这一刻一下子变得死寂无声 天翼跟昆蓬大帝居然同一时间遭受重创 不过很快恐怖的天威就重新出现在了苍穹之上 并且这股天威如潮水一般卷向了悬浮于空的龙面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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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龙面四周的空间 木子地崩塌 掺杂着天道气息的毁灭法则 一把将龙面笼罩了起来 第1848章灭坤鹏 9 龙面里面的云青年 终于不再是云淡风轻 而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天翼果然是天翼 云青年眼中闪过一道凝重 现在的他 想要挑战天翼 是万死无生 云青年没有抵抗 任由天翼的攻击 轰在他的身上 扑 一口大雪 从云青年的口中喷了出来 可这时候的云青年 不仅没有惧怕 眼中反而浮现嘲弄之色 天翼 助我 云青年看向苍穹上方 冷不丁地说道 空 一股伟岸的力量倾盆而下 瞬间就笼罩了起来 云青年身上的伤势 瞬息间变全部治愈 嘴角的血迹 也一下子蒸发不见 云青年感动天翼出手 是因为他摸到了一些规律 越是强大的世界 其天翼就越发强大 但越强大的天翼 就越要照着规则做事 只要云青年还是先帝的一天 无论受多重的伤势 他都要出手救治云青年 而且在云青年 不主动出手的情况下 天翼哪怕在记恨云青年 都不能主动出手伤害云青年 云青年此前不抵抗 任由天翼将他轰伤 就是为了迎合天翼 不得主动出手的规则 云青年挨过这一击后 天翼已经不得再次对他出手了 昆鹏我们该继续了 云青年看向了昆鹏大帝 天翼为云青年疗伤的同时 也帮助昆鹏大帝 恢复了全胜状态 昆鹏大帝虽然恢复全胜状态 但看向云青年的目光 却透露着恐惧 第二世界 现龙年里面的云青年 食指突然掐动 而后一个新的世界从他掌中飞出 顺西间 这个新的世界就笼罩了整个天圣城 秋的一身 一身红色长袍 背负琢磨色长剑的云青年 从龙年里面飞了出来 而此时 天圣城的生灵 像是被人定住学位一般 都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 你 你既然能独自一人 施展第二世界 昆鹏大帝满是震惊地看向云青年 第二世界 是空间神通的一种 绝大多数情况下 先帝与先帝之间 都会在较量之前 合力施展第二世界 然后再在第二世界里面站个痛快 第二世界有点类似次元世界 在原有的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临时世界 这个新的临时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跟现实世界一样 只要大战发生在第二世界里面 哪怕把天地打沉了 现实世界都不会受到半点影响 很值得意外吗 云青年轻飘飘地说道 身上席卷出恐怖的先帝威压 呼呼呼 四周天地 呼啸一片 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冷不丁地 一只巨大的龙影 出现在云青年的身后 伴随着震破苍穹的龙影声 一道重拳轰向了昆鹏大帝 这使云青年 又一次动用聂龙咆哮拳了 被云青年强行带入第二世界后 昆鹏大帝就知道 这一战已经避免不了 昆鹏大帝第一时间 施展昆鹏族独有的天赋神通 迎向了聂龙咆哮拳 轰猛龙 恐怖的碰撞产生的冲击波 瞬息间就轰沉了大半个天圣城 但因为被打沉的大半个天圣城 是第二世界里面的天圣城 因此天圣城的生灵 没有一个人受到了影响 轰轰轰轰 云青年的昆鹏大帝直接占到了一块 两人从地面打到天空 又从天空打到天外 最后又从天外回到地上 天圣城所处的大洲 已经因为两人的大战被打沉 面积过阴万里的苍穹 全部被轰趴 涌现无数阴风 肆虐着整片天地 天外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无数陨石 星辰都受到波及 全部化为机粉 消散在了广袤无垠的宇宙之中 昆鹏大帝从头到尾 都被云青年压着打 但因为有天翼庇佑的原因 无论他受多重的伤 都能第一时间被天翼治愈 没用的 云帝 你杀不了我的 我们都有天翼庇佑 除非能秒杀对方 否则不可能杀得死对方 昆鹏大帝不愿再跟云青年纠缠下去 试图劝说云青年停手 杀不了你 云青年文言 眼中目出戏血之色 一百年前太五成一亿 我还没恢复先帝修为 仅仅凭借两个身体合体 就能重创你们 更何况是现在 云青年画音当落 斩天神剑猛的轰出 恐怖的剑芒直接席卷向了昆鹏大帝 轰猛龙 一个照面 昆鹏大帝就被轰飞出去 巨大的昆鹏身血肉横飞 无数染血的毛发掉落 呼呼呼 还不等昆鹏大帝回过神来 真空中便出现恐怖大风 昆鹏大帝面色猛的一变 他知道云青年要动用那一招了 空间崩塌 昆鹏大帝连忙施展大范围攻击 试图毁灭出现在真空中的风眼 可惜 他出手的时候 云青年已经通过风眼 施展出了先帝真姐的第八式 风神之伤 一道拇指系的风流 从斩天神剑席卷了出来 肉眼看到 才手指系的风流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快变大 风流周围的空间 直接被冻穿 崩塌了一片又一片 等着股风流 冲到昆鹏大帝面前的时候 覆盖的范围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千万米 一个照面 昆鹏大帝就被风流 带着冲向了星空之外 天翼 快 快助我 昆鹏大帝此时 已经出现了恐惧之色 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在这期间 他的肉身不断被风流轰伤 哪怕有天翼时刻为他疗伤 他都处于重伤的状态 轰猛龙 晴空之外 猛的出现恐怖的爆破 昆鹏大帝遮天蔽日的肉身 被轰得七零八落 而且因为在星空之外 属于仙界之外的范围 天翼也不能在这时助他 云青年的身影 一个瞬移 就从天圣城出现在了仙界外面的星空 现在 你还觉得我杀不了你吗 云青年手持斩天神剑 目光满是冰冷的看着昆鹏大帝 不 昆鹏大帝恐惧的大叫 不 不要杀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一命 第1849章先帝之魂 云青年没有理会昆鹏大帝的求饶 他的脑海浮现出了 他被逼死的那一幕 而昆鹏 就是其中一个参与人 若非他被逼死 也不会引发后面的一连串事情 将若先更加不会把自身的气魄 转移到云青年身上 一切人头 皆因你们而起 云青年看着恐惧不已的昆鹏大帝 眼中有的只是冷漠 现在 该轮到你们还债了 斩天神剑猛地刺向了 昆鹏大帝的心口位置 一个照面 有着帝威庇佑的心脏 就被斩天神剑轰爆 不 云帝 放了我 求求你放了我 哪怕心脏炸裂 昆鹏大帝还没死去 只不过他的恐惧更重了 此时的他 已经不是嗅到死亡 而且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死亡 愿有头债有主 这一切都是末皇根福帝的主意 不 不仅是我 还有虚空 火炎 都是受到末皇根福帝的挑拨 云帝 求求你放了我 放了我吧 昆鹏大帝不断求饶 身为先帝的他 还是第一次这般狼狈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自己是这么的怕死 云 云帝 只要你放了我 我 我可以当你的狗 一只很听话的狗 昆鹏大帝说着 甚至还发出了汪汪汪的叫声 他是真的怕了 彻彻底底的怕了 连有经历过死亡的人 永远都无法体会他此时的恐惧 对昆鹏大帝来说 只要能活下来 任何代价他都愿意付出 任何代价都愿意 是吗 云青年不为所动 不由脸上却出现了冷笑 既然这样就把你的先帝之魂献出来吧 听到先帝之魂四个字 昆鹏大帝面色顿时大变 先帝之魂是先帝的根本 少了先帝之魂不仅会失去先帝道横 同时也会死 云青年 你逼人太甚 昆鹏大帝眼中 猛的浮现凶利之色 他都摇尾起连到这个程度了 云青年居然还不打算放过他 既然横竖都是死 那就玉石巨坟吧 你以为我没料到你会自爆 云青年冷笑一声 还插在昆鹏大帝心口位置的斩天神剑 突然席卷出恐怖剑芒 轰轰轰轰 昆鹏还没来得及自爆的肉身 睡膝间就被轰成碎片 云青年一只大手 猛的抓出 一把将昆鹏大帝灵魂紧了出来 地魂线 云青年爆合一声 昆鹏大帝的灵魂 突然也压缩成了一个单体魂魄 先帝的灵魂也是由三魂七魄组成 但先帝有一个只有先帝才知道的秘密 他们的灵魂可以压缩着一个单体的魂魄 而所谓的单体魂魄 则是没有三魂七魄 只有一个单体的存在 云青年 你得益不了太久的 被炼化成先帝之魂形态的昆鹏大帝 发出恶毒的声音 如今的仙界 早就不是过去的仙界 莫黄根腐地 更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简单 只要他们知道你没死 很快就会对你发动新一轮的制裁 到那时候 嘿嘿 云青年连里都没有理会昆鹏大帝 直接带着先帝之魂回到了碾车里面 碾车是以粉色系为主的装潢 很难想象 一个男子 而且还是高高在上的先帝 居然用粉色系来装饰碾车 不对 这碾车应该不是按照云青年自身品位布置的 因为碾车里面 还昏睡着一个 精致的宛如玉琦一般的小女孩 小女孩看起来只有八九岁 面色苍白 却很安详地躺在碾车里面的床榻上 她的呼吸很微弱 微弱道 如果不细细感应 根本发现不了 她身上还散发着 若隐若现的圣洁的气息 这圣洁的气息 与她整个人融为一体 就如同一个人的体相一般 回到碾车里面的云青年 目光不自觉就落在了小女孩身上 若先 云青年语气 带着几分颤抖 姜若先这是反祖了 若身回到了 七八岁的时期 但就算回到了七八岁 也难掩姜若先的圣洁 美丽 恩 这不是姜若先吗 千帝之魂存在的昆蓬大帝 第一眼就认出了姜若先 她怎么反祖了 而且肉身的各项机能都还在倒退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她就会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恩 原来如此 昆蓬大帝很快就发现了原因 她的气魄居然消失了 云青年突然主动地接话 我死而复生后 相继遇到了心魔仙节跟先帝天节 其中先帝天节还是魂节 理论上 我是有死无生 而后 若先就把她自己的气魄 转移到了我身上 若非如此 以我当时的状态 又岂能度过先帝天节 昆蓬大帝眼中闪过一道意外 居然还有人 愿意献出自己的气魄给别人 紧接着 昆蓬大帝似乎想到什么 不由满是吃惊地说道 你 你要先帝之魂的目的 就是要复活姜若先 恩 云青年点了点头 你 你疯了吗 你 你知不知道 姜若先失去的是七魄 是七魄啊 昆蓬大帝满是震惊道 哪怕是先帝之魂 都 都需要七道 才有可能代替七魄 你 你难不成 还要为了姜若先 猎杀七个先帝吗 云青年充满平静地说道 只要能让若先复活 就是杀尽所有先帝又如何 疯子 你这个疯子 你 你知不知道 放眼整个先界 也不过十个先帝 你 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要杀这么多先帝 昆蓬大帝又是震惊 又是无法理解到 他在我眼中的重要性 比你们重要多了 云青年说话的时候 突然出手抹掉了昆蓬大帝的记忆 随着记忆被抹掉 昆蓬大帝的先帝之魂 就变成了纯粹的魂光 如 如果先帝之魂对若先有效 第一道先帝之魂 应该就能让他醒过来了 云青年低声嘟嚷 两手不自觉地颤抖 他 他这是在紧张 接着 他把先帝之魂 打入了姜若先的体内 第1850章 治好你的心 如今的姜若先 肉身退化到了七八岁的模样 穿着一身粉色的长裙 哪怕现在是昏迷的状态 他看起来也精致的像一块完美的玉器 尽管他的面色看起来苍白 但昏睡的状态却异常的安详 与身上散发出来的圣洁气息 完美的结合到了一块 先帝之魂进入他体内后 就如入海泥牛瞬间消失不见 十个呼吸过去 半刻钟过去 两刻钟过去 他还是动也不动地昏睡着 云青年的呼吸 不知何时已经变重 整个人也变得异常的紧张 若 若先 你 你可一定要醒来 云青年说完后 变动也不动地看着江若先 紧紧握住的双拳 指甲都陷入了掌上的血肉里面 啪啪 一滴鲜血 从云青年的掌中滑落 但云青年却浑然感觉不到疼痛 若先 你一定要醒来 云青年又低声说了一句 现在的他 根本不敢想象 如果江若先醒不过来 他会疯到何种程度 你一步一步地闯入我心里 甚至不惜为了我以命换命 现在的我 已经不能没有你 云青年看着昏睡着的江若先 低声说道 请你一定醒来 给我一个爱你 守护你的机会 此时此刻 云青年脸上看不出半点悲凉 他异常的镇定 镇定到整张脸都没有情绪 但他的两只眼睛 始终落在江若先身上 始终落在他身上 啪啪 冷不丁地 面无表情的云青年 眼中突然滚落了泪滴 冷不丁地滚落 没人知道 云青年此时有多无助 身为先帝的他 此时此刻 是多么的害怕江若先醒不过来 云青年的脑海 不自觉浮现出 与江若先相处的种种画面 从两人第一次见面开始 再到江若先第一次对他表露情愫 记忆中 云青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江若先 而这些拒绝现在回想起来 就像是一把把利剑 戳入云青年的心里 垂手可得的时候没有珍惜 失去后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药 云青年低声嘟嚷 脸上突然浮现自嘲的笑 这一刻他 突然发现自己是这般的剑 一次又一次地辜负江若先 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江若先 偏偏等到失去以后 才大彻大悟 原来他对自己是那般的重要 我能感觉到你心里的痛 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大道气息的声音 突然在云青年的耳边响起 还不等云青年回过神来 一道霞光弥漫的身影 便出现到了龙领之外 虽然隔着龙领 但无论是云青年 还是霞光弥漫的身影 都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存在 你是谁 云青年开口说道 语气淡漠 面无表情 如果是平常时候 云青年肯定会严振以待 因为对方的修为 居然让他看不透 不过现在 云青年却连凝重 忌惮的心思都生不出 我叫青红 霞光弥漫的身影缓缓开口道 给我几分薄面的人 则称呼我为折仙 有何贵干 云青年又开口道 此时的他 根本没闲心与折仙废话 而且无论是青红 还是折仙 云青年都是第一次听说 他压根就不认识 也不曾听说过眼前这人 我感觉到你的痛 所以我便不请自来了 夹光弥漫的身影淡淡说道 既然来过了 现在可以走了 云青年说道 隐隐地 已经出现了几分不耐烦 无论江若仙能否醒来 他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好好陪着江若仙 现在的他 根本不想把时间 浪费在其他人 其他事情上面 就更别说 还是一个听都不曾听过的人身上 我会离开 但不是现在 夹光弥漫的身影摇了摇头道 我若现在离开 自此以后 你将会成为无心之人 云青年自然知道 哲仙所说的无心之人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江若仙死后 他的心也会跟着死掉 还不等云青年接话 哲仙又接着说道 因结者之所以是因结者 是因为他心系三界生灵的安危 若是心死了 眼中哪里还能容下三界生灵 因结者 三界生灵 这两个词 云青年都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云青年不傻 仅仅字面意思就能听出 对方说自己是因结者 但三界生灵 云青年就不知道具体是哪三界了 哲仙似乎看出了云青年的想法 不由接着说道 诚如你想的那样 你就是混沌初始以来的第二个因结者 至于三界 分别是诸天万界 混沌界 以及 最终的大统一世界 云青年突然直视着对方 开口道 你的意思是 你此行的目的 是治好我的心 说完这话 云青年的目光 更加死死地盯着对方 姑息 也在这时不自觉变重 变得很重很重 差不多这个意思 哲仙微微点头 只是末了又说道 但更贴切的说法 应该是保住你的心 哭 云青年控制不住地 深呼了一口大气 说道 只要你能救活若先 我愿意答应你任何要求 哪怕让我当场抹脖子自吻 不不不 听到云青年这话 哲仙面色一变 连连摆手 一连说了三个不字 云地缅下 为你效劳 是我的职责 我 我岂能与你讲条件 云地缅下 教劳 职责 这几个词让云青年完全摸不着头绪 怎么听 都像是为人下属者 面对上位者的说辞 就在这时 霞光弥漫的身影 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属下哲仙 愿以先知大陆的名义启示 永生永世效忠于云地缅下 若有半点违背誓言 当永生永世被先知大陆镇压 听到哲仙这习恶毒的誓言 云青年微微傻在了原地 一个羞为深不可测到让他看不透的人 第一次与他见面 便立下世间最恶毒的誓言效忠于他 再乱点人